哈囉 弟弟 恭喜你 兩歲半的徐小弟和爸爸一起 從專責隔離病房走出來 醫療團隊給予祝福 一個星期前 弟弟才因為高燒超過40度 緊急送醫治療 這些都符合了 兒童腦炎重症的前驅症狀 院方立刻安排電腦斷層 抽血等檢查 右側比較小 會不會右邊比較有一點水重 斷層掃描看起來 腦的腫脹並沒有很厲害 然後也沒有看到出血 或者是有些就是像腫療 或其他一些實質上的異常 所以可能是一個感染的比較厲害 去影響到腦的功能 血液檢查中發現 發炎指數 凝血功能等異常 肝功能指數甚至超過標準5倍以上 為了儘快讓他脫離險境 在手腳同時注射各種藥劑 用上降腦壓藥物 抗發炎的藥物 比如說是像類固醇 以及免疫球蛋白 還有抗病毒藥物 比如說像瑞德西韋 那如果這個小朋友 他有抽筋的情況 我們還要用上抗抽筋的藥物 在加護病房照顧三天後 患者各項身體指數逐漸好轉 第四天轉到專責病房 逐漸恢復活力 住院一週後可以出院回家 許爸爸相當感謝醫療人員 因為他打點第一 那他推的速度比較快 他會比較會怕 所以他都會幫我 他們很認真的在幫我們 注意所有的狀況 都有在密切的聯繫 才有辦法在第一時間 做這麼好的處理 出院後會安排許小弟回診 做後續追蹤 醫師提醒 發病前幾天病毒量大 要隨時觀察 如果出現腦炎相關症狀 或靜聯超過30秒以上 要立刻送醫 大愛新聞 黃信仁郭家旭台北報導